有谁会叫自己的亲生儿子去杀人? 大家好,我是怪叔叔家的婉婉 今天婉婉给大家带来一部 私生子培养少女杀手杀掉全家的电影 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 故事开始,警方捕获了三个肥徒 从地牢里解救出了被关12年的女孩阿英 经调查发现她是香港一个富豪的女儿 警方立马联系了女孩的家人 告知了他们孩子还活着的消息 原来那时候他们一家人都还居住在美国洛杉矶 母女三人在院子里种郁金香 管家老蔡说有电话打来 原太太便去接电话 姐姐阿花看不惯母亲偏爱阿英 妈妈一走就用恶狠狠的眼神看着阿英 还威胁她说不要在妈妈面前装可爱剥去疼爱 说完就拔掉了阿英种的郁金香进房里 不料这一眨眼的功夫阿英就不见了 绑匪向原先生索要赎金 原先生报了警,导致匪徒撕票 两年后,原先生便举家签到香港 原先生原太太对此一直心怀愧疚 阿花也因为绑架前对阿英做那些事 内心对阿英有深深的愧疚 这也让她从事心理辅导的工作 一方面是助人,一方面助己 阿英回家后十分沉默寡言 阿花主动提出要辅导阿英 阿花拿着相册,一张一张翻看 教阿英认人 邓警官要求阿英前去录口供 阿花便带她前往 邓警官告诉阿花 阿英被割掉了一个肾 而且不再有生育能力 邓警官的问话让阿英回想起了过去 便害怕地大叫 门口的原太太听见声音便闯了进来 叫停了谈话 原太太经过此事后 便拒绝阿花再当辅导师 她要再另请一个心理医生为阿英医治 还认为阿花对阿英的回家很不满 责怪她从小就嫉妒妹妹 阿花自从阿英失踪 精神就一直处于抑郁状态 这回被妈妈一次机 在辅导自闭症儿童时情绪失控 把小孩当作阿英 说出了这么多年来憋在心里的话 自闭儿童被吓得大叫躲在墙角 看似无害的阿英 失则早已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一场复仇大忌即将拉开帷幕 阿英被绑架两年后曾经回过家 却发现亲人早已离去 绑匪告诉阿英 他们都是没有人要的孩子 而绑匪正是阿英大伯 袁毅聪的私生子袁维 当年就是袁毅聪 指使袁维绑架阿英 想要索财 谁知阿英老爸心狠抱了井 袁毅并没有听袁毅聪的话撕票 他把阿英带在身边培养 打算来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阿英也根本没有被关在地牢十二年 这只不过是把阿英 送回袁家的一个掩饰罢了 阿英与袁毅里应外合 袁毅在外跟踪袁家的保姆 找到了当年绑匪同逢报信的管家 将他的抢身地址告知了阿英 阿英便在夜晚杀了管家 不料保姆忽然来探视 就一并解决了 回到家后 父母进来看阿英 他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书桌前作画 邓警官开始着手调查管家的死因 发现他竟然有一个海外账户 而给他打钱的正是阿英的大伯袁一聪 袁毅把目标瞄准了自私老爹 袁毅对他简直恨到极点 当年就是因为他的无能 导致亲眼看着母亲在自己面前死去 长大后又让自己干绑架的勾当 袁毅把他骗到天台 直接推了下去 正好砸在邓警官面前 邓警官原本是要来调查袁一聪 这下直接死无对证了 袁太太带着阿英去商场买衣服 袁毅一直暗中跟着阿英 发现有个杀手想杀阿英 袁毅便让阿英和袁太太互换衣服 让袁太太先走出去 结果杀手真的认错了人 错杀了袁太太 袁太太成了职务人 袁先生见袁太太变成了职务人 打算从梁改过 去酒店找小三分手 结果被袁毅制造车祸弄死了 并且还虚拟了遗嘱 把遗嘱全全交给了阿英 阿花觉得事出蹊跷 便在电梯间质问阿英 袁毅得知阿花已经开始起疑 便打算解决掉她 她把阿花绑了起来 打算杀死她 阿英其实一直渴望的就是亲情 母亲的病也唤醒了她的一些良知 所以她偷偷换了袁毅吃的药 袁毅让阿英亲自杀了姐姐 还一直给她各种洗脑 阿英最后却没有对姐姐动手 翻手给了袁毅一刀 就在阿英与袁毅厮杀的过程中 阿花挣脱了绳子逃跑 袁毅解决了阿英 又一路追着阿花 最后阿花跳楼逃脱 袁毅又追了过来 恰巧被开车过来的邓警官撞死了 她身上的怀表掉了下来 里面一边是抠掉袁毅聪的父母合照 另一边则是阿英 这是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看完觉得最可恨的其实不是袁毅 而是袁毅聪 她的所作所为 使得袁毅的内心发生了变质 做出了极端的事情 而袁毅不过是一个内心渴望关爱的孩子罢了 希望所有看完这部电影的小伙伴们 都可以引以为戒 不要为伤害自己的人渣 断送了自己的光明前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要是喜欢玩玩讲电影 就多多的点赞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